這個感應球的部分 這個感應球它的設計是紅色的球會比較重 所以當我們把球放到袋子裡面 如果觀眾拿起來的球是藍色的 你會發現袋子的重量是不變的 那如果今天觀眾拿起來的是紅色的球 那這個袋子的重量就會比較輕 所以就可以知道觀眾手上哪是紅色的球